天氣越來越熱了 觀眾朋友想好要到哪裡消暑了嗎 基隆市府為了推廣當地的海洋特色 今年是再度舉辦了朝近海灣節 總共規劃了五大主題 那麼首先登場的是朝海洋 也就是基隆國際帆船賽 後續活動也接續登場 要讓民眾透過不同面向 感受基隆的獨特風情跟城市魅力 6月15日這一天 來自台灣 日本 香港 馬來西亞 以及美國等國家翻船選手 27組團隊在晴空萬里 微風助陣下朝共同目標基隆與前進 一開始選擇了從香港直接到石原島 就是有600海裡的行程 所以有五天事業 我們就其實從2月就開始準備 感覺非常好 而且我們都和很多台灣的團隊 已經是成為了好朋友 台灣國內的玩家 還有包括東南亞 甚至香港新加坡的玩家 他要往北的話 一定要進來我們的這個 必殺遊艇港 所以這是我們的一個地理上的優勢 今年基隆國際翻船賽共規劃五天賽程 6月12日起航 現在日本石原島舉行石原島場地賽 隔天展開石原島到基隆的越洋賽 15日在基隆舉行基隆與繞島賽 並且首次開放民眾登島觀賽 體驗臨死角的觀賽事業 200位名額一開放不到72小時搶購一空 興奮晚上都睡不著覺 基隆市政府辦這個活動我們很開心 我們沒有體驗過這種活動 然後覺得這個活動在基隆辦很棒 希望大家一起來基隆玩 為了更深入了解翻船比賽的過程 基隆市長林宥昌親自走訪日本充神取星 這也是台流杯基隆國際翻船賽 舉辦15多年來 第一次由市長與選手一同體驗 比賽以國際規格進行 今年特別為翻船安裝定位系統 能更精準掌握船隻動向 與選手安全 大會的安排是很安全的 而且今年還加入了一個叫做 CheckCheck的機器嘛 所以在安全性方面我們都是很安心的 應該是全台灣第一個使用這套系統的 我們跟瑞典租了一個衛星發爆的系統 最重要是安全 它如果萬一有了狀況之後 它馬上我們可以取得它的位置在哪裡 它會持續的發爆 我們可以跟救難的單位來講說 它的位置在哪裡 可以馬上就把人員或船隻收救到 飛飛天空No.1 台流杯基隆國際翻船賽 已成為國際知名水上活動 也是台灣與日本唯一重型翻船比賽 這項令人熱血沸騰的活動 原來是基隆朝近海灣節的其中一項 為推廣基隆海洋特色 今年規劃五大潮主題 包括潮海洋 潮音樂 潮美食 潮生態和潮漁村 融合在地漁民文化 讓民眾走進基隆體驗海洋生活 讓大家會覺得說基隆市是一個有趣 而且有質感的一個城市 包括這個美食 所以有潮美食 我們會在這個101高地 辦夜間的星空的這個晚宴 還有很多的一個水上的一個活動 包括體驗的部分 所以非常多元 整整一個多月的一個時間 歡迎大家一定要到基隆來走走看看 海洋是基隆的命脈 基隆市府長期致力發揚海洋文化 也是海洋生態富裕的推行者 在潮生態主題 可以看到透過鏡頭捕捉到 保育區珍貴的海洋生物 重現蹤跡 還有八斗子漁村 體驗在地人文特色 從不同面向感受基隆的獨特風情 與城市魅力